金水最近收到了一款奇特的消毒机 它不但可以当软路由来使用 而且还能当电视盒子 甚至还可以做直播推流 自带WiFi模块 而且还是WiFi6 有着很高集成度的同时 却有着非常小巧的身材 几乎就是我心里软路由的完美的形态 金水这次拿到的是H68K的F型 黑色的机身 大小跟我的手掌差不多大 它的正面有一个电源按键 跟一个Type-C口的DP的供电 你可以使用手机的充电器 或者是充电宝对它进行供电 一个USB 3.0跟两个USB 2.0 两个网口都是千兆的网口 左侧的两个是2.5G的网口 下面一个TF卡的插槽 在右侧有一个HDMI 2.0的接口 一个DC的电源接口 跟一个3.5mm的耳机接口 背面有两根3dB的天线 跟一个红外的接收器 我们取出左右两边的4颗螺丝 我们就可以分开它的外壳 这时候一定要注意 要把TF卡取出来 否则会非常容易损坏TF卡的插槽 别问我是怎么知道 我们来拆开排线取出主板 大家可以看到 H68K是堆叠式的设计 它是由一块主板跟一块 网卡的扩展板组合而成 网口的扩展板的另一面是WiFi模块 这里面使用的是MT7921的芯片 主板的背面就是整块板的核心了 我们可以看到这里面使用的是3568的SoC 这种堆叠的方式与传统的软路优强比优势是非常明显的 SoC跟网口的扩展板WiFi模块都是可以替换甚至升级的 大家可以看到这种设计确实还是花了设计师不少的心思 在这儿就给设计师点个赞 3568的设备像R66S、R68S、R5S 已经给大家测试了不少了 H68K总体来说还是非常符合3568的英勇的表现 在这儿我就不给大家念了 有兴趣的学伙伴大家可以自己暂听一下 那么接下来我们就来看一下H68K的WiFi的测试 也是我们这次测试的重点 我们选择了5G的频段来进行测试 测试手机离软度游大概1米左右的距离 开启飞行模式 首先我们使用SpeedTest来测试一下它的基础传输速度 下载是857Mbps 上传是152Mbps 接下来我们使用WiFi模核测试节点 平均信号强度在-25TB 延时在31毫秒左右 最后我们来看一下它的游戏延时表现 我们可以看到平均的延时都是在40毫秒到50毫秒之间 我们的距离离H68K超过10米左右 5G Wi-Fi就没有什么信号了 2.4G会坚持的更远一些 但是只要有一堵墙隔着 它的信号就不会很好 好 总结 H68K整体无论是从做工到设计 都是近几年来非常可圈可点的 堆叠系的设计非常便于后期的升级跟扩展 得益于3568不俗的性能跟低功耗 基本上可以应对绝大多数的使用场景 在适温28度的情况下 H68K待机18个小时 CPU的温度在40.7摄氏度左右 功耗场景稳定在6.4瓦 但是它的外壳温度还是稍微有一点滋稳的 WiFi 6算是它的点睛之笔 但是非常可惜就是它的发射功率只有3dB左右 适合一些小空间或者是无遮挡的室外空间来使用 这些功能也非常好的应用于它将来的投屏 甚至是直播推流来使用 整体用了两个月下来的H68K 也算是我在2082年非常喜欢的一款多功能的设备了 非常期待厂家后续固件的更新 以及它功能的提升 对于这样的设备 屏幕面前的你应该怎么样的选择呢 小慧露点一点教你路由怎么选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